大家好,我叫朱大海 为什么决定一定要跟妈妈谈 我觉得这个事情从而到尾 为什么今天会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妈 我觉得我首先得先把我跟我妈的事情解决了 好 那你就自个儿解决 你自个儿说 我估计你这些年都没这么跟妈妈说过话 今天把他一股脑的说出来 因为这有可能决定你将来自由的命运 好吧 接下来舞台交给大海 接下来是大海的告白时间 妈,其实这段话我已经想跟你说很久了 其实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我也知道我从小到大 你一直都在就是点点滴的事情都在为我操心 真的从学习到工作 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来帮我安排 甚至到感情 我期间交过两个女朋友 你都知道 然后你不喜欢她 你不喜欢她们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妈,你先听我说好吗 你不喜欢她们 那好,那我去让她们去做改变 让你能接受她们 但是你还是不喜欢 那好,那我选择跟她们分手 我为什么会跟她们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您,我尊重您 之后你把田田介绍给我 我还是一样 我用心去感受 我尽量的去跟这女孩交往 希望能达到您满意合适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发现不行 我真的不喜欢田田 田田不适合我 我喜欢的人是美臣 那你那时候怎么不早说呢 我刚给你这样你就说呀 你现在怎么面对田田啊 那么好 妈,你永远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就是我每次不管说什么 你都是打断我 然后你就会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 为什么你就不能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的听听我说 就比如说今天你把田田交到这来 你让田田怎么办 人家一个女孩 就包括美臣 为什么美臣今天会来到这 所有人为什么大家聚到这块的目的 您能不能为我想一想 也为大家都想一想 你让两个女孩怎么办 我无所谓 真的 但是田田田以后怎么出去 美臣 我知道你不喜欢美臣 但是你到底是不喜欢美臣的职业 还就是不喜欢美臣这个人 还是说您就喜欢 您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准则标准 那你说你怎么面对田田 以后你让我怎么面对人家 什么好处理 对于田田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我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都自己处理 田田的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把田田请上来 我当面跟他道歉 首先我承认 在跟你交往的同时 认识了美臣之后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在同时交往 这是我的不对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真的 我觉得 我妈能说出今天这样的话 其实我挺惊讶的 因为她从来都 没有这样的状态跟我说过话 包括我今天 刚才情绪有一点 控制不住 其实我也没这样跟我妈说过话 在这儿 我也对我刚才的态度 表示道歉 你是我儿子 我说能不能让咱们决裂是吧 但是我想说 我觉得我妈 不拒绝 不阻碍 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 谢谢 我去找我的幸福了 我去找我的幸福了 是感应是人影 是心跳的共鸣 一眼就亮的爱 是不解释 因为爱就是爱 世光 是